第四题 右图是一大气压下质量一公克的水 体积跟温度的关系图 若质量为2公斤 温度为4度C的水 吸收了20大卡的热量后 过程中水的比热固定不变 而且不计热量的散失及水的蒸发 则有关于此2公斤的水 吸热后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那么选项A跟B呢 是有关于它的温度变化的状况 那我们知道公式叫做H等于N SΔT 那我们吸热的是20大卡 一大卡是1000卡 我们要用卡做单位 所以要乘1000 那我们质量有2公斤 可是要以公克做单位 所以要乘1000换成公克 比热是1 温度变化 我们的最后的温度比较高 T度C减掉初温呢 比较低的温度是4度 所以呢计算结果 1000消掉 2跟20可以变成10 所以就T减4呢 会等于10 T就等于14度C 也就是我的末温是14度C 增加了10度C 所以AB选项写相反 应该是温度为14度C 然后增加了10度C 那么 再来是看我们体积的变化 那么我们原来是4 然后后来变成14 从这个表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会增加了0.0007 可是这个是1公克的水的增加 现在我们有2公斤 所以我们要乘以2000倍 这样算出来呢 是1.4立方公分 所以呢 我们第四题的答案呢 应该选的是C 总体积 约增加1.4立方公分 这就是我们的第四题 谢谢大家